來了來了來了 你們看到我的眼鏡有些武器嗎? 我抹了多次了 因為我看了這個電郵之後 人的情緒很高再很熱 所以我臉一直的熱力 透到眼鏡全部都是武器 而且外面的閃聲有些大聲 如果蓋過了我的聲音你們就告訴我吧 陳姐姐又來了 唉 我發覺我的兩省怪的影片 我應該要馬上讀完 然後就有個總結 不要說那麼多話 因為我發覺我每一段影片 真的太長了 長到我覺得有點累積 我應該要馬上讀完這個案件之後 就馬上去到那個總結 那就來了 她說 陳兒你好 首先謝謝你在網上發表有關兩性關係的言論 我也很同意女性是應該財政獨立 而不是為了家庭地衛生而獄女 最近認識了一個外國人 希望聽聽你的意見 接著她就說了自己的身世 以下就是 即是都未說起一個外國人 開始頭尺尺了 我就快32歲了 單身了6年 6年身邊從來都未出現過一位單身男性 每一個主動接近我的男人都是已婚 或者是有條件 有不錯的穩定的女朋友 部分更加是做自由業 散工直銷或者失業 我始終都是個中環白領 就算我接受到對方 肥、矮、毒、賊、窮 都接受不到自己做小三 我自小在香港讀女校 高中大學就在外國讀書 如果十年前大學畢業的時候 以畢業生的簽證 繼續留在外國組就可以入籍了 但我當年想做個乖乖女 回香港找一份好工作 找個香港男生結婚 組織一個普通的家庭 我一直到女校 想不到香港男生會是這樣的 當年沒有留在外國 錯過了入籍的機會 我現在很後悔 在勉強一起過的港男之中 有一個是做每份工作都被人解僱的速遞員 跟他一起的時候 他不斷打擊我的事 他經常踩對我 又說我時辰八戰 不要一定嫁不出浪費了幾年青春之後 我才遇到兩個擇偶條件好少少的港男 這兩年關係都很相似 對方口口口口口口口說要跟我結婚 半逼半就 要我跟他發生關係之後就馬上失蹤 我覺得呈添霹靂 之後對方甚至要我答應 只可以去時鐘酒店見面 即是上床 不可以一起吃飯 不會讓我問他們任何問題 做完之後就要馬上離開 也不會送我去地鐵站 當然我沒有再聯絡他們 到我今年 我有工作假期的簽證回到外國 最近在Tinder認識了一個外國 工作假期簽證 我想是一年工作假期簽證 但他也很遠 他也對我不錯 星期六日會叫我去家裡睡 煮東西給我吃 約我 帶我去旅行和慶祝我三十二歲生日 老實說我第一次見面已經和他發生性關係 真的是 其實對方曾經表示願意等假 去他家裡和發生性關係 都是我主動提出 當時我覺得他 對眼圓言行一致也很誠實 不會像港南那樣謊的連篇 不行 這裡我真的忍不住 首先 你上一段跟我說 你星期六日 是他叫你去他家裡睡 下一段就說 發生性關係 還是第一次見面已經有 還有他家裡也是你主動提出 我不知道你哪一句是真的 接著 現在到了三十二歲 才有美滿性生活 我也想無拘無束和他相處 但我始終控制不了自己的意想 不斷去想將來結婚的事 這個傢伙看起來很享受一個人的生活 我也不可能期望他 下年就和我結婚搞入籍 如果我給他壓力 要他娶我 那我和大陸西有什麼分別呢 他也是剛剛升職 還沒過試用期 暫時都給不了什麼承諾我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已經 再沒有其他方法入籍了 現在簽證完了 我就要回香港 要面對香港的渣男 說起我也想哭 和他一起 煮飯洗碗換床單的時候 難免會幻想他將來是我老公 對於這樣的思想 我只要提不起我自己 我完全沒有跟任何朋友提過這個鬼 我不想被人說我吃完羊腸之後被人飛 希望你可以教我怎麼做 救... 怎麼辦啊 這個是計我上次的一段影片說 如何成為一個正確的炮友 之後的一個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的一個電郵 就是一個故事 首先我不知為什麼一直強調自己32歲 32歲很小而已 救命啊 就是為什麼 是不是香港人的思想一直覺得 過了25歲就是很老的呢 我不知道 其實還是很嬰兒 30多歲 那個傢伙大力9年 他也是40頭 你也試著說 其實他不想結婚 我又覺得很正常 現在男女女都不想結婚 我不是很明白你是想入籍 想結婚啊 還是因為你覺得 終於遇到一個正常的男人 但是呢 就是聽你這樣說 第一次就和你發生關係 然後星期六日 你又禮拜在家裡過夜那些 還有什麼叫慶祝呢 你在家裡睡 大家一起吃飯 那是不是就叫慶祝 或者你們出去吃飯 那 那 我由你的身世我開始說 原本我真的很想直接 跳到他的結論 那 那 你說你之前 你說你一個中男白領 那 那 之前和那些速遞員一起 那 首先我不太明白為什麼 就是 不要說女人選男人 一個正常 如果你有份不錯職業的男人 其實 你也不會去 嫁一個和自己差距太大的女人 我不知道你本身的性格是怎樣 就是 我沒有接觸過你的人 因為 那第二 就是你又說 有 有跟一個 港男一起 然後 即是 即是 立刻要跟你發生關係 然後失蹤 然後 晴天霹靂 然後 就 只是說你可以去 時鐘酒店見面 不可以一起吃飯 給你問任何問題 神經病 又不送他們這些站 那些 哇 真是 真是 老實說 雞你也要付錢 雞你也不可以 即是 你叫一隻雞 去某個地方 你也要加錢 即是還說 什麼 即是 一隻 免費雞 你試過遇到幾個都是這樣 還要 還要 一直以來 我不覺得 完全是一個難方問題 即是你遇到那些男人的問題 似是 應該你本身 那個人 那個性格 是出現了一些 即是老實說 是一些缺陷來的 因為你會容許這些人 去這樣對自己 即是一個男人 如果你說什麼 約我出來 什麼只是在時鐘見面 不跟你吃飯 說不讓你問問題 不送你走 那 然後 這些不是叫拍拖 這些對我來說 不是叫做戀愛 這些 比做雞 更差 然後 你說現在這個鬼魯 即是 我剛才也說過 我不太明白 其實我覺得整篇電郵 最硬 或者我覺得最硬易 要寫出來的話 暫時應該他都給不了什麼承諾 我想問一下你要什麼承諾 究竟 我真的很討厭這些女人 經常說承諾 什麼照顧我 承諾 我看到也覺得我真的會發瘋 為什麼經常有人給你承諾 你是不是自己 沒有辦法承擔自己人生 經常有人給你承諾 我覺得基本上香港女人 我認識的那些 都是很喜歡把這句話掛在後面 給承諾你 給什麼什麼 或者要娶你 想結婚 唉 這件事我不會在一個 這樣的影片裡去 再解釋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一直都有看我兩性的影片 你說你說你有看 但是基本上就是 真的你應該會知道 是什麼一回事 什麼叫承諾 我想問一下承諾代表什麼 就算對方跟你簽紙 也代表什麼 當然你現在這一刻 可能很想入籍 很想離開香港 想跟著他 還有 我跟所有女生說過 以下這番話 你們如果去到某個地方 我不管你大陸 美國 澳洲 任何世界一個地方 千萬不要 如果你在一個地方 沒有人沒有什麼 不要因為一個男人 而嫁了過去 你可能會覺得 有很多很好的例子 嫁了他很開心 在那邊落地生根 沒有了父母 沒有了所有朋友 都在那裡重新開始 這些是很少數的 不要這樣去搏 你什麼都沒有 兩手蜜蜜蜜的 跟了一個男人去某個地方 這個年代 這件事是不行的 還有 是很高風險的 到時候你又說 那個男人怎麼對你 你真的不要哭 我看到不少女人都是這樣 就是跟了一個 無奈鬼佬 或者是中國人也好 去某個地方 因為你在那邊 你完全要靠他 你很多事都要忍 然後有一次我上一段影片 這樣說 不斷地洗自己的路 覺得那個男人其實也不太差 然後一直這樣蹤下去 就是 因為你沒有彎轉 你跟了他過去 然後你又想入籍 然後你會忍他 各樣 被人打 或者是別人對你不好 忽視你 沒有什麼愛你 各樣的事情 或者你的人生其實也沒有 如果你再跟他生了幾個之後 那些 這些思想 你說你是外國讀過書 但是你 完全吸收不到外國的 小小的獨立精神 其實也不是什麼獨立 我經常都不覺得自己很獨立 如果認識我的朋友 真的認識我的人 會知道我是一個很依賴人的人 但是我覺得我精神上 我是不會經常依賴別人去給承諾我 依賴別人去給照顧 或者是要一個人 要結婚 要入職 如果你說到自己很聰明 又怎樣 又在讀大學 又在中環八嶺 我不需要靠一個男人去另一個地方 如果我不想留在香港 的話 你現在是 有一點點那種 那種叫什麼 好像 逼自己去一個死路 你在香港沒有飯吃 沒有床睡 對不對 要不要這樣 唉 整篇的東西 其實我看完 我覺得很多問題可以說 但我不太累積了 我相信看完 我讀完你的電郵出來 觀眾都會大概知道 是什麼一回事 等其他人 不跟你說 就這樣 拜拜